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01分57秒 播放流水474 4723 A404 334S 8108 CC 34307 9B 3191 70201 本地月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关开完整版核冰胶 对手很强没想到会影响令组的调整 有很大帮助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 ARR PUSHVP 0027 Q99 A90 BRO IMG HTTP GTIMG.COM NEWS LAP LS 046 62835 5836 404800 Gate视频 和冰胶 对手很强没想到会影 教练组的调整有很大帮助 时长约2分9秒 腾讯体育室 北京时间8月3月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在南丁继续举行 合冰胶扩展三局以2比1淘汰世界第一中国台北戴资影 央视主持人同可新称在合冰胶成功结合左手达法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同时体重减轻 确实令你动步伐更灵活 解说嘉宾宫伟杰认为合冰胶的速度变化 将戴资影的小动作变速没有机会施展出来 主持人张胜和解说嘉宾王林也对本场比赛进行精彩的点评 和冰胶队类戴资影在前两局占平1到1 第三局是以14比10赞出领先行事 张胜介绍来自中国台北的戴资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联赌五战公开赛和要紧赛冠军 谈及在第二局为什么会一大笔分落 但王林认为和冰胶一上来 以0比8落后分差打 张胜直言他当时的体能出现极限点 好在第三局成功控制住戴资影 两边底角 王林称赞和冰胶最耐心 一点是两底线结合高对角 张胜谈及戴资影不利因素是心理压力大 王林称赞和冰胶领先到16-11这种状态 很久没有看到了特别是在第三局前半段克制自己要冷静 并且在11分过后明显气场调动起来了 和冰胶正首位调球区意外下网 王林事宜他或许是认为意外球出手有点犹豫 张胜介绍戴资影虽然最近的状态特别好 但毕竟没有拿到奥运会冠军 世锦赛要求更强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 戴资影申请一面挑战和冰胶批杀的接内球 张胜认为胜利取决于谁心态控制的更好 王林介绍戴资影利用有弧度的高远球试图控制和冰胶 戴资影连续杀球出阶到12-19 王林直言这时候他比和冰胶更着急 张胜介言要减少事物但一定不能保守 和冰胶被戴资影清掉落点追会一番 王林介绍他想通过冤枉抓戴资影的推球 但是戴资影明显有一个手腕上的变化动作 张胜介绍和冰胶就是来自江苏的运动员 王林急醒他此 是要先抓好接发球 和冰胶不负众望以20比13领先斩获在点 张胜称赞他在头顶区连续点杀直线 王林担心和冰胶的体能有些吃力 但还是保持下压进攻的速度 戴资影由于关键时刻杀球出界 以13-21送和冰胶晋级次强 教练下宣泽兴奋战起身份力挥避 张胜介与和冰胶从苦战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并且建立自信 童可心赛后复趴和冰胶在第二局以0比6落后 可以看出他对于对面球场不是特别的适应 但是积累的经验在交换场地后得到发挥 对累戴资影在全升局进行到7-3 童可心点评和冰胶抓紧时间下方 确立起领先优势在于成功结合左手打法 不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同时体重的减轻却使另一道步伐更为灵活 工伟杰认为和冰胶的速度变化 让代资影小动作变速没有机会施展出来 盘级和冰胶决胜局以16-12保持领先优质 童可心直言国律对于场地的风速和风向更适应 工伟杰介绍和冰胶的领先局点到20-13时稍微有点波动 通过观察大口喘气看得出体能有点出现问题 但是当时代资影比他的心理更乱 相反和冰胶则是完全投入到比赛中 童可心称在和冰胶处理球转体动作 联挂并且移动的位 同时出手略带轻盾 也让代资影一时难以适应 同一半渠岛运会冠军马林顺利闯关 和冰胶正在办决赛与他正面交锋 残阶面对沙无赦和马林 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工伟杰直言马林连夺是锦赛冠军 内心更强大并且信心十足 戒严和冰胶要有耐心去冲击对手 单从四分之一锦赛来看 工伟杰介绍马林几乎是全场进攻 体能也没有太多的消耗 这就需要和冰胶做好打印章的准备 同可心希望和冰胶休息好 鱼群播